我到你弟学校门口了 你让他出来搜东西 行 黑哥 你到我弟弟学校门口了 你去找东西 没有啊 找啥样啊 这哪有带劲的啊 没有 这是我用钱啊 你好 你好 请问你是我哥 让你来给我送东西的吗 什么哥 往哪个 我哥让你来给我送东西啊 不是 你干嘛 可是这包是我的呀 哪有什么包 这包可能就你有吗 不行 我有同款吗 等会儿 回来来 你叫啥名 我叫何世锐 何世锐 何世锐 你什么系呢 我是电气机器工程自动化的 什么啊 电气机器工程机器 行 走 拜拜 何世锐 电气机器工程 你好 那个打扰一下 不好意思 你是这个学校的吗 嗯 对 我把我先找一点学生 他叫何世锐 是什么电气工程的 那个系 电气工程 嗯 你找他干嘛 是这样 他哥让我给他送一兜东西 嗯 是不是快冬天了吗 没有那个冬天衣服船 能帮我找一下这个人吗 嗯 可以 嗯 要不这样吧 就是 你最好是能帮我把这包衣服送给你 是什么 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不是 一包衣服没有不值钱 很喜欢的 好吧 我不换你头 没事 我看长大别没头 挺疼的 没事 那我给你送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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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当会儿 这衣服里帮帮 还缺点东西 你等会儿啊 等会儿啊 等会儿啊 等会儿一下啊 我给你洗冬球啊 好 你就把这包衣服给你送一句 好 谢谢啊 辛苦了啊 吉业呀 吉业呀 这原来没有到真了 是吗 哎 是电话响 赶紧吉业 快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 喂 哎 你好 那个我电话是丢了吗 你是哪位啊 我是刚刚就是你把衣服给我的 那个 衣服给你 就是刚刚你把那个 带东西给我的 那个女孩在学校门口的 啊 学校门口 那个啊 你是女孩啊 哎 我刚才我太着急了 我都忘了是男是女了 女孩啊 那个 我这太出心大意了 那个你方便 一会儿晚上咱俩订个时间 你帮帮我送一下啊 要不然 哦 不用吧 你走远了没有 我给你送到门口去吧 我倒是没走远 那我再折回了一下也行 行 行 那我就在门口等你吧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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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真好行 好 好 谢谢啊 我转一下 对 这这么快又第二次见面了啊 是啊 希望你没有走远 哦 给你的电话 哎呀 感谢 感谢 哎 真是好人 那一会儿你能好人做到底吧 这么难 这弟弟那个衣服 一会儿你送到的时候 你告诉我一事 行吗 告诉 怎么告诉你啊 对不起 怎么告诉我 我跟你留个电话啊 留电话 啊 要不这样吧 加个微信吧 好吧 我到时候送到以后 我再给你发回去 请你这小学生 真的 就设施卫生 那微信怎么能随随便便 给别人留呢 你知道我是好人还坏人呢 啊 但是好在你今天幸运 你遇到是我知道吧 我这边从来不加陌生人微信 但是呢 今天 我可以破个例 好吧 行 我扫你 好了 然后 然后 你就送到的时候 给我发个照片什么的就行 好的 你还不走等啥呢 有意思啊对吧 不是 我忘记你弟弟的专业了 啥 你弟专业 忘记了 怎么给你送过去 你平时老是啥 留作业不 留作业不 作业是不是也挺难 嗯 也是 那我现在这点难处难不倒你 你不知道他名字吗 对吗 学校有大喇叭 你去广播 喊他名 他就能出来 行吗 这肯定不行啊 行就这样 哎 大喇叭喊 啊 我走了 拜拜 拜拜